来煮两花的思维家 做会在文化教一楼大厅創作 一天选当中市老人思维研究会 这次特别早上三宝的創作 来到文化教 要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陈福毕老师表示 两花一天的文化交流是有必要的 让思维創作也能够增加生活的内容 文化的交流可以增进人的感情 老年学习书画 可以增进生活的内容 提升生活的生命的价值 所以由他们的作品里面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对岸的老年人 他们在书画的领域 的一切也很用心去追寻 这次三十三宝的作品里面 有书画也有嘴巴 他们是一丁月来創作的专门所作成的 所有的作者年纪都是超过六十回的专门 这厨所专门的创作里面 也还有一百四十年 刚好一百岁的专门 所写出来的书画 可以说是最大的没用意 台湾正像刚才南头的领导说 我们以前都是搞的经萌活动 在经济上的往来比较多 那么随着经济往来争夺 文化方面的需要我看就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次想在文化上 在台湾的争夺的感情 好 是要再进场 除了给上众红顶两划交流的作品 送给对方 也还有进三计两品 上众都希望以后 可以再有机会来做交流 这个电纜中的电视到十几次好 欢迎民众全都参观 记者五位麦 蔡宏博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